中国担当 众志成城 共克时间 新手相牵 共祝美好 平凡的人挺身而出 勇士逆行 火锁 彼时彼刻 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武汉 无论 经过十多个昼夜的奋战 两山医院先后交付 这艘有着上世纪风格的 蒸汽轮船 是武汉的之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我们看到楼宇上出现了 军人和医护人员的身影 疫情发生以来 全国各地派出 340多只医疗队 42000多名医护人 大姐等等 人间烟火器 最俯烦人心 因为有了他们的守护 隔离在家 他们值得用这样的方式被铭记 武汉 湖北 会永远记得这份恩情 感动长久 0点10分 武汉的地标黄鹤楼也被点亮 我们看到 它正在守护的长江大桥上 多了一些行驶的车辆 这座大桥安静了很久 如今它重新开始恢复生机 随着武汉离汉离厄通道管控的解除 黄鹤楼也重新开门迎客 76天的封城 900万人的隔离 这座饱受创伤的城市终于迎来了复苏 但我们仍然要明白 解封不等于解防 打开城门后 我们更要看好家门 保住我们用无数努力换来的成果 那些再也无法回来的 那些重新回到我们身边的 都铭刻在武汉厚重的记忆里 此时此刻 看着大江大河的武汉 我们想由衷地说一句 英雄的城市 英雄的人们 让我们继续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等待最终胜利的到来 广播剧场上